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沒有一定會輸的比賽 除非放棄 你必須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來毫不費力 你願在練球時間多花一點汗水 也不要最後後悔的比賽完流淚水 重點 主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馬來西遊 Dank 陰港 冰港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不是都有趣味競賽嗎 然後我就在那邊踢一踢足球 然後踢一踢然後就被問 被那個體育老師問說要不要加入排球 可能看我協調性不錯吧 然後所以就只開始排球直入這樣 黃金星是個蠻特別的選手 高中的時候是最佳復位 所以其實蠻多體育系的學校都搶著要他 我忘記那時候是高二還高三 然後那天剛好 那個主任下去要拉選手 來復生高中找我們 就是可能來讀中原之後 對以後有什麼幫助 還是做的工作大概是什麼 所以我是選擇來讀中原大學 其實他在國小的時候 就有發覺到這個很特別是來自於國外 國中也拿到了他們教育冠軍 也拿到了MVP 那到了再去平隆高中 所以一路上都在觀察這些選手的成長 國中打球的時候就是 周園教練就有知道我 每次打完他就會跟我講一些不可以改進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這個攻擊 你可以學會去調球或是反彈的 就是要去跟西米的爸媽再做一次確認 因為之前是有攤好了 只是還蠻不放心的 所以想要下去屏東跟他們談談看 你大學離開屏東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從小我是高雄人 高雄 我是高中打排球場在屏龍 喔 屏龍 你到隔壁 我到小港去要去機場那邊 這個教練我們認識他很久 我們去比賽 很多次看他 他給我們講這個 這個西米什麼 他打什麼什麼 他很多問我們這個西米的事 所以我們想知道他很喜歡這個西米幫他 我們很開心他可以去張雲 去學習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教練是一個很好的教練 所以我們很開心他可以去張雲 去張雲 在台灣 你如果球技過了 那個年紀過了以後 那你要工作的時候 你的技能在哪裏 你不能只靠打球 因為台灣的排球沒有職業隊 學校有提出一個 那是課業守護的東西 然後就是 你去找一個同班 的同學 或是你的朋友 課後的時間 幫你加強那一顆的強度 他就是負責要幫我 輔導這一顆 讓我這一顆可以 不要被擋這樣 差不多十月吧 到二月這段時間 剛好是七年開始 然後也是大專輩的聯賽開始 然後又是 其中一定會遇到 其中考 跟一些 可能課堂的小考之類的 所以 有時候六日比完賽 然後可能隔天禮拜一 有要考試的課 然後你回來不能休息 你還要繼續讀 因為我們有跟這些學弟們講 說你們這些 有些校是你們的楷模 像張樂浩 國中也是打遺囑的 那進來高中才是正式的 在排球去練習 來中原大學 有時候也入選了國雅的代表隊 那當時候參加了 有 亞運啊 還有 U23 國雅代表隊 還有 亞錦賽 還有四大運 一畢業也是去入選了 歷經當工程師 所以是他們這些學弟們的 一個榜樣項目 今天會從排球退出之後 又進入科技業 就是 陳克周老師 他佔了很大的因素 在排球上有很多指導 然後 也讓我就是 進來中原大學之後 還有一些獎學金的補助 然後 然後 還就是 指導我 讓我進入 有機會進入國家隊 這樣培訓 然後代表 台灣出去比賽 讀中原大學 就是 可以保障 以後的職業 因為 像其他的學校 就是 可能就是走 教育界 教練 教師 可是 對我來說 可能會比較 比較 比較沒興趣吧 就是 想要有不同的力 進來中原大學 可能 課業會比較重一點 但我覺得 不管球技還是課業 就是 希望學弟會 盡力 努力去學 去做 將來一定會有好的獲獲 加油 我覺得就是 不管怎樣最好信心 然後相信自己這樣 然後 對啊 就希望一年一年慢慢來 然後慢慢成長 既然你選擇中原大學的話 我覺得你 課業 還是要顧 然後 打球也是一部分 能夠兩個都兼顧 我覺得 這是 非常好的事情 你知道 中原大學有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嗎 你不知道對吧 走 我帶你去 同學同學 你今天要來這邊幹嘛 今天要來申請成績單 跟再學證明 我來這邊交情證明 I'm studying and do discussion with my friend 我是要來辦職員選都的成績單 I just ask like where should I meet the professor 在辦公室 那你對這邊還滿意嗎 還滿滿意的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atmosphere very good for doing discussion and learning here 他們服務態度很好 那滿分十分你給幾分 九分 Like 9 out of 10 十分 給九分 I will give 9 如果你要推薦其他校的朋友 或是以前高中的學弟 你會怎麼推薦這邊呢 因為不來真的會後悔 謝謝你 謝謝你 原來學政府發不用去教育處 原來獎程紀錄申請不用去學務處 姐姐你可以跟她講一下什麼是聯合服務中心嗎 好的沒有問題 聯合行政服務中心是全國首創 然後將所有學校的教務學務總務還有校友服務也都整併在一起了 對那我們是在一個比較科技化人性化的一個環境 然後來服務大家提升我們的行政品質 所以我剛剛討的那些業務全部都可以在這裡完成喔 是的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的業務包含項目非常非常的多 在校的學生呢 成績單 在學證明 學生證不小心遺失了 還有一些驗證的部分也在我們這邊 當然還包含比較複雜一點點的 休學 復學 退學的訊息 也在我們這邊一併統統都可以把它達成 而且我看這邊的環境超級寬敞明亮 好多學生在讀書在休息喔 我們這個空間呢 除了學生辦一些文件之外呢 他們呢可以在這邊 他可以跟同學討論 那老師呢也可以在這邊跟同學溝通一些像專題啊 或其他的 之前呢還有外面的廠商來這裡做面試 對 那我們這個空間呢 我們這邊還有四台電腦 你可以上網去查詢東西 那我們有沙發區還有討論區 然後最終呢我們還有一個展示區 所以呢如果學系有些什麼需要展示的 也可以來我們這個空間喔 哇 原來中原大學提供了那麼好的一站式服務啊 學人一定要多多利用喔 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 我哥哥都欺負我 我每次都跟他吵架 然後我吵不贏 媽媽就叫我去學彈拳道 曾經有受過一個很嚴重的傷在腳踝 就是我整個腳踝就是發炎 就是連走路都有問題 所以我要就是藉由平常的練習來克服這個恐懼 讓自己比較上場隊練的時候就可以比較好好發揮自己的實力 就是他已經佔據我的生活的全部 說放掉其實也很難 就是要做一個很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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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學年是隊長 雙手刀一樣 到目前為止遇到最大的挫折 就是我的右手 就是他脫臼過很多次 其中一次是在比賽的時候 就是第三回合結束我們同分 然後要打驟十三 但是那時候我的手已經脫臼了 對 然後我還是打完 但是我輸了 我就含著淚去那個國術館 把他拉回來 那隻腳被扣了 小時候其實練的是對打 然後後來因為我中間隔了大概六七年都沒有打對打 所以就是可能人家在練習的時候 就在練其他動作的時候 我就要在旁邊就是扶著桿子 然後就是這樣腳就蹭在那邊 撐很久 在這邊很多的大家也都是中間斷了很多年 然後就是你會感覺 你不是唯一一個 那種重新實際跆拳道的那個人 大家一起運動一起流汗 然後一起笑 然後一起進步 那種感覺就是很棒 中原跆拳就有點像是一個家的感覺 可是來這邊就覺得大家就很溫暖 然後就是一個後盾那種感覺 對 之前那個武鬥記的時候 第一場有上場 然後那個對手都在亂打 然後又比我撞 然後就有那一 雖然我打贏了 但是我那時候就因為他亂撞我的腳受傷 然後到後面就是靠著大家凝聚力 所以讓我們得到了總冠群長 所以我們的團隊凝聚性實際上是蠻高的 通常我們會去注意每一個學生不是太好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可能被忽略掉的學生 然後我們就會盡量去關心他 我覺得他是不僅專注於跆拳道的項目以外 還會去在意我們其他的項目 就是讓我們大家不要就是因為只變跆拳道 而去影響到我們其他的就是學業課業等等 謝謝 我現在是會計系二年級甚至三年級 平常我都是因為平常一二四練習 然後禮拜三就是下午的晚課 然後禮拜五的話也是要去道館教小朋友 所以其實平日的時間是很滿的 我通常都是利用禮拜六晚上或是禮拜四 來做就是一個整個整週的讀書 4千 4千 4萬吧 4千 4萬 我剛剛買起來 買起來 謝謝 課業其實對我來說有點困難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念一般高中 然後資管系就是 一些經濟統計會計然後一些陳志雲類 就是我高中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但是 就後來我是有慢慢的找到那個平衡 就是知道我該怎麼去駕馭這些東西 才能夠讓自己緊固 就譬如說我會每天寫下來自己該做什麼事情 就是很詳盡這種 譬如說我今天八點到十點 我要算數學 然後時間到十二點 我要打程式 這樣子 然後把每一天每一個 每一個小時每一個分鐘都很詳細的記錄下來我該做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平常在會計系的版上就是大家下課都會衝去問老師問題 那我就是覺得很緊張 而且他們其實是很認真的讀書 然後考就是考得很好 那我是不是也要加油 就是會有一些外力的刺激的感覺 然後平常在社團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社團就雖然是體育性質的社團 但是很多功課很好的同學來 所以其實他們就聽到他們可能排名多少啊 或者是這一次可能考試考就是幾分之類的 會覺得說他們怎麼那麼厲害 那其實我也不能輸 就是就算我是家族可能體育生 那我也想要拼一下課業這部分 我覺得體育除了是我的興趣之外就是 有點像是我生命不可分隔的那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會從這邊獲得很大的快樂 然後也會找到我自己的自信 就是我自己選擇的 所以就要學好 請看你 以前學到的東西 應用在食物上 這邊的學長姐都很照顧我 就是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會滿熱心的幫我解答 因為有一個學姐的身分連結 自己以前走過的路 他們現在正在走這個路 希望可以給他們 更好的一些訊息跟方向 我覺得提息 學弟妹的那個心情 是很快樂的 事務所的工作 原則上就是提供 這一個審計的一個服務 公司這邊 然後委託會計師去做了一個查帳之後 我們出一個簽證報告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是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 每年透過校園徵才 廣聘全台畢業人才 而其中中原大學會計系 更是常態錄取的優質學校 我們原則上每一年以全KPMG的話 應該有三四十個 那以新竹這邊的話 一般企業為因應六月底前的股東會 財報及會計審查等工作 中原會計系校友 除了必須發揮市場 除了必須發揮市場不斷精進的會計專業外 使命必達及負責任的態度 也讓事務所的高層 對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原會計系這邊我們人很大的一個特質就是 我們都蠻吃苦耐勞的 Louis是 他也是中原會計系畢業的 那其實他工作上也是很認真 你交付一件工作給他 他就會使命必達 幫你做到好 然後你 他本身因為自己欠益很多 所以不用去介盤 我們可以去參考一些外部的研究 去看看他以前公告的介盤頻率是多少 來去判斷說他是不是 他得益率是不是使用的合理 我們會根據每一季的不同的情況 先去召開一個正查前的一個會議 提醒他們就是那些下面的STEP 注意說之前客戶 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客戶 上一次客戶提供的PPC高慢 就是造成我們作業上有點急促 那我想就是這一次可不可以請經理 就是幫忙跟客戶溝通一下 會後之後我再打電話給客戶 就是跟他說一下 目前希望他可以準時 提供一下我們的女子 好 謝謝 上面的學長姐提供的都是 一定是跨計師 問他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去 去刻意逃避的話 真的出了什麼大事情 他們也會 義無反顧的自己去解決 不會說像有些就是跨單責人 我在帶選擒裡面的時候 或是帶一些下面的同仁 面對一些比較困難就是 比較困難健身的問題的話 我都會親自帶他們在 就直接跟他們一起去 資深學長姐提攜學弟妹 而學弟妹在接棒照顧新近同仁 彼此相互琢磨精進 在工作中形成良善的循環 而這股循環不只在事務所內進行 更向下扎根治中原大學會計系 Emily帶領著一群優秀講師 著手規劃課程 不僅回饋母系 也很踏實地提升了會計人才 應該要有的業界知識與格局 你們明年度就要進入這個就業市場 成為社會的新鮮人 那在整個工作領域上面 我們會把我們過去的經驗 來share 給各位同學 那我們先掌聲歡迎 陳正前會計師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個實務課程 把他們在學校學的這些理論基礎 那你怎麼運用到我們實務上 所以我們課程的規劃安排上面 原則上是會搭配幾個 比較夯的議題的這種課程安排方式 我想學校事實上某一種程度 應該是說我們生命中的貴人 那因為在學校得到一個很好的訓練 所以出去以後能夠有一個 還不錯的發展 那所以我想回到學校 某一種程度也是希望有機會 利用這個善緣 扮演這一個學店面的一個貴員 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說 學弟學妹也是很能夠被堪行 所以我們堪行覺得很有面子 就會繼續一直不斷的 有努力的動力來做這件事 在全球化時代下 人才沒有國界 必須具備全球移動力 才能發展更多選擇與機會 我們英華系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系所 我們的學生呢 他們除了對中文有興趣 中文要好之外 還要訓練他們成為一個教中文的 教外籍生中文的華語老師 那可是要教外國人中文 在台灣雖然有一定的市場 可是更大的市場 絕對是除了台灣之外的全世界 所以我們會安排學生進行海外教學實習 中原大學走在培養之先 海外實習成果斐然 每年有近40位應用華語文學習學子 前往海外教學實習 合作的實習機構遍布全球 我們現在全世界有超過20多個 合作的教育機構 東南亞 東北亞 歐洲 美洲都有 我們希望透過方方面面 讓學生到達那個國家之後 語言也通 文化也了解 又能夠貢獻自己的專業 然後能夠把中原的人才帶上國際 學校系教授日本高中畢業生中文 我們提供的就是他們中文的課程 讓他們可以就是學完中文以後 到台灣申請大學 然後讀大學 因為海外的中文老師有限 那你可能要面對的是一個班級進行授課 想要累積經驗的話 通常就是到海外進行大班教學 才會有這樣的機會 這張卡片是就是我去日本實習的時候 學生們大家合力寫 然後製作的一張精美的卡片 我覺得去日本實習可以增進我的國際世界 或者是累積你的教學經驗 還有你的就是問題解決的能力技巧 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有雙主修商業設計系 我自己有一個個人興趣就是對於畫畫 我在去實習的時候就想說可以把我的興趣也結合在這一次的實習內容裡面 我們是去了兩間國小 那一間是在泰國的曼谷市郊 有點像是台北跟中立的距離 那另外一間是在泰國的東北 就是他們的一個比較鄉村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們一去老師就把整個下午的上課時間都丟給我們 就是三個小時 我們就要去調配自己的教學的計畫 然後有的時候是用玩樂的方式教學 有的時候是用就是正統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不會覺得疲累 然後我也嘗試用畫畫去教他們中文 西瓜上面的紋路這其實是一個示意圖 其實並不是說西瓜的字演變就是這樣而來 只是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更容易的記憶的方式 我覺得實習就是讓我們可以走出教室 然後把我們在教室裡面所學的東西實際的應用出去 我們教學的時候是沒有正式教室 就是讓你們自己在上面 像都市的小學就是跟我們平常的小學都很像 平常所熟知的 但是鄉村的那所國小就是全校才一百多個人 然後甚至可能三年級才八個人之類的 深入地走進這些東南亞國家 然後走進當地的生活 我覺得可以看到跟我們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更知道我們所學的東西是不是足夠的 回來台灣之後更有方向 然後知道哪裡不足之後 我們就在哪裡做加強 然後之後才有動力就是再出去 在實習過後我才覺得在這個領域我有找到一些動力 還有我想要繼續發展的理由 所以我就持續念研究所 藉由海外教學實習 學生們深入了解當地華文教育潛力及文化差異 磨練教學技能 逐步成為獨當一面的華語教師 並累積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建立優秀跨國人才所具備的各項專業與能力 中原海外實習給自己一個挑戰與磨練的機會 海外實習走出舒適圈認識不一樣的自己 中原大學是一個理工學校起家的 假如說在好幾年前你來過中原大學來看 整個學校的那個氛圍跟現在是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那現在進來就會感覺有美感 整個氣氛也柔和多了 因為我很喜歡聽音樂 你一樣的音樂的陣容 一樣的曲目在外面演出 你可能要付的門票錢是上千塊 可是你來這邊你可以一週聽到 兩場免費的音樂會 那一聲過很緊繃的裡面 它會讓我們有些停頓 然後那停頓裡面讓人可以活得比較自在比較熟 我們要討論什麼事兒 有關於一些校內的音樂活動 還有我們109-1的那個風雅宋的新的節目 我們每一年都要花到220萬左右 大部分就是校長會去募款 所以校長很辛苦 常常就會去找機會去募款 那天有跟校長討論說 因為兩家庭也是最主要是要給學生用的 所以我們那天安排都是年輕的音樂家 我問你我們學校你是鋼琴社的主導 我們學校鋼琴社裡面最top 有 我來找 好 好 校長本身也很喜歡音樂 也覺得說需要培養學生在這種美育方面的教育 讓學校帶點一點有生氣 也有機會有地方可以沉澱自己 封雅宋的節目完全也是做一個小型的講解式的音樂會 貝多芬在她一生當中寫了32首的鋼琴奏曲 那她的一生當中57年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就是在她33歲左右之前就是第一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她33歲 是當她過世47歲的時候是第二個時期 那第三個時期是最後的10年 所以那時候校長在說要做封雅宋的時候 那她很希望說能帶動學生對於美育的這一塊 所以說要在白天弄個這種小型的音樂會 我們的音樂會水準都是國家音樂廳等級的 很多學生也覺得很新奇也覺得說 哇 好棒喔 我能在學校裡 我就可以聽到這麼高品質的音樂會 校長幾乎每一場都會到 除非她有一些比較重大的會議 是總共申請的節目有34場 總共我們有28天可以安排一場次 然後有四場互萬樂會 所以總共我們需要選30場 我們是在FB有一個粉專 然後每一學期有固定的哪個時間 有時候是申請的時間 有興趣的音樂家就會上去投劍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委員會 我們會來看整個投劍的 我是中原第一個教音樂欣賞課的老師 我還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我下課 然後我出教室 教室門口就放了一個紙條 那學生寫給我的紙條 他說老師我覺得你教得太專業了 那這句話雖然已經20幾年前的事 但是對我來講衝擊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 如何就是說讓非音樂系的學生 一般的學生能去了解 或者能去帶領他們來欣賞 所以我們就說那時候 從103學年度開始在規劃風雅宋 剛開始因為我們風雅宋的節目 是沒有強迫性的 我們剛開始想說怎麼辦 沒有強迫性會不會很少人 那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第一個月過後 我們完全都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們是希望說給學生一個 培養一個藝文的風氣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學生 就是專注在他的課業上 有時候說實在他也需要培養一些抒發的管道 去接觸一個全人的養分 中原通事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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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兩排 學弟 還沒有測秒下來 我那時候測秒是27多吧 然後就還好 沒有知道很快 我就是覺得沒差 要測就測 我是面認識一下學長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想讓學弟知道說 我們真的挺重視小的熱活動 然後也會藉此知道說 大概哪幾個學弟是跑很快的 從新生進來第一天測秒完 然後接下來一開學圈 開始完全不間斷的 只有六日休息 小運以細微單位 我們都採取自願 然後就是 會做點名 那我們會根據 秒數以及 初學期 然後去做參考 然後去選 選人 喂首尾喔 你怎麼沒有來 今天練跑呢 你好 你身體不舒服喔 喔 沒事啊 我們改天再一起跑啊 那個 我今天會跟你家長講說 你不會來 風雪妮是 大二的系學會儲備幹部 然後 她大一也有跑過 然後她是跑 她跑25秒吧 然後反正是跑滿快的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她 讓學弟更知道說 就是機械到底是 為什麼連霸這麼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機械系又是全校 男生最多的 學系 學校一年有兩次的大隊接力 這剛好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來體現我們機械系 學生重視團隊合作這樣的精神 大一新生可以透過練跑 讓那個大二大三的學長可以去接觸更多 然後接著就是大四跟碩身的部分 因為之前也都是機械的大家庭 會回來幫忙這樣 甚至已經畢業的學長姐 甚至還會自願回來 幫忙帶學弟妹 所以這邊你就會看到 一種傳承 學長帶學弟 學姐帶學妹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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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洩 學長 學長 機械系 我認為之所以會團結 其實又很大的一部分 也是因為 我們目前這個二十連霸 因為二十連霸 所以我們才會大家一起 可能自主去做訓練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連霸 可以讓學長學弟的感情變得比較好 六 四 八 九 十 那全能教育真正教育我們的 就是這種扎實的軟實力 透過大隊接力 最具體最直接就是 團隊合作這樣的一個能力 或者精神 我們就把它進行 它因為團隊 注重團隊合作的精神 它可以成為那個團隊的一個佼佼者 CYAD 中原地益 國標版機械會成為 CYAD 中原地益 預備 Go 不要不要 Go 中身要中央耶 要不要這個 要不要這個 這個超痛的 要不要這個 要不要這個 5 7 8 預備 Go 幫你壓 要幫你壓 每當開學這個季節繞之後 我們就會出來看一下學弟妹 比賽一定會緊張嘛 第一個最常發生的就是會去搶棒 其實搶棒也是最容易發生掉棒的情形 所以我們基本上最後的一個禮拜 全部都是去磨這個結棒的動作 對 注意一下他們有沒有那個會抓棒 就是前面的人會去抓 去硬抓後面的棒 然後碰到他就把他抓走 那就最容易噴飛 為什麼會願意做這件事情啊 就是對機械系有個歸屬感吧 很喜歡就是在 就是 在練習的過程中去看他們每個人的成長進步 對 對 沒關係 因為你要等他完全伸起來 他動作還沒結束 你突然給他他會嚇到 我好好跑 其實我覺得 我會覺得 就好 然後最後就很輕一點 就好 雖然今天很冷 那你就是調到你自己 不會覺得冷就好 不要說要洗很熱 然後讓肌肉放鬆 你一鬆會鬆兩天 你明天就跑不起來了 對 這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並不是也看他們連發這個行程去看他們這個練習 只是看說 欸 今年又是一個 救生代新生 然後去出來享受運動 可能會有很多 我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好 就說 走 DOTTV 我 你 フゴ 倒 朕 楊 雖然 索有人 啊 非常 ワ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机械系为什么可以一直连霸下去 我想这是每一个身为中原机械人都有的使命 辜负学长姐发言师长的一个托付 一个期待 所以我们的向心力更好 我认真觉得登山它是一个高度专心的运动 它需要有高度的专注力 山上风景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运动 它涂黑的地方就是它的相对位置 登山好像也是一个科系这样子 我现在登山三年级 采法三年级 除非遇到危险情况不然不能随意动用 在登山的过程中会教大家很多不同的技能 想问大家你们想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榜样面 像相机主角 成立于民国59年的中原登山社 是中原大学最资深的学生社团之一 50年来的持续运作 不仅满足了社员青山爱山的渴望 伙伴们更能从山林间获得生命起发 除了爬山之外 你可能山下的一些事情 你在脑袋中会非常的清晰 然后你会一直不断的去想 这个过程中 你渐渐的就路走的场合 你的心灵会长出一双看见空井的眼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十 八 然后就开始走 伏伏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耐力的过程 可以真实模拟 在爬山的时候就遇到上坡跟下坡 然后要背中的那种感觉 与其到身上再去说寒累 然后不行 如果现在就知道自己的感觉 如果在校围我们也会去救 所以就基本上 连续十三年获得学校优良社团选拔第一名 中原登山社每一次出队都有原型的规划 除了自主训练体能 出队前也一定会做行前训练 有取得向导资格的伙伴 为大家讲解 包含失温与意外处置的高山医学 避免迷路的地图绘测 还有摄影 营地建设 及登山心理建设等课程 这条线它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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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到那一个 它在地图上停留的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因为在山上就是 Google Map很没办法用的 那地图就是最基本 你知道平常的模拟可能 没办法真正的训练到什么 只要真正碰到的时候 只要可以训练到你的应变能力 跟实际临场 转换你的技术 就是这样的 前队预计是会准复一下 那我们就先帮他们 做营地的建设 比较棒的是 已经有一座民宅 比较多固定点 那我们搭车起来的话 就比较方便这样 那等一下往那边 因为天气这种东西 就是不好预测嘛 那人为舒适的话 尽量我们会避免 不行 我再去巨大一点 旁边尾声一点 好 上来的 一场大雨 虽然让这次 初阶向导训练的营地 显得泥泥不堪 但训练有素的伙伴们 很快地安顿好现场 同时在漆黑中 展开这趟行程的 第一顿点锤 希望明天吃大太阳 三成三大千 大家都平白 你们是跟主持人情 要放个人家 在山下的时候 你没有跟一群人 然后一起就是 接触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就是一起流血流汗的那种 共患难的精神 又一起住在一起 然后又是同个组别 然后一起煮饭 全部的东西都是由这个组别 就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大家都可以集会集会 每个人站的角度 只有这样发现 山色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因为山上就是只有第一次 自然而然就变得很紧密 再乘以下旅步 还有旅舞 还有旅舞 例如像今天大车的位置 因为我们必须是一个大学 底下的社团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责任去教导大家如何登山 那站在这个观念之下 我们就会衍生出有一系列的想讯 初想或中想 那我们从最基本的东西教起 登山不是只有公山头 不是只有爬山 而是在彼此之间很多的过程里 我们去互相学习跟交流 好 喂 学长 我们现在全员都平安抵达 彎弹福德庙 天气阴 然后下中雨 然后人员状况 大树学长走的比较慢 其他人都还蛮顺畅 目前状况良好 预计下次通话时间 是我们出到外澳车站的时候 好 往外澳的方向前进 大约下午14点25 好 我会帮你们查天气状况 为了让爱山的伙伴们 毕业后仍能持续登山喜好 并且维系友谊 林亭芳学长在1991年 创立骆驼登山会 提供毕业社友 一个类似校友会的组织 由于社友感情好 慢慢建立出在校时加入登山社 毕业后加入骆驼登山会的传统 同时让在校的山社学弟妹 有更多机会 与毕业学长姐交流 困难被克服就是机会 任何事情要全力 所以参加向导营 拜托 认真的学 一包米 一斤煮几碗 兩碗喔 那也完蛋了 你可能要背一个布袋上去 不然你们绝对吃不饱 第一个是5月份的银行送救 第二个是12月份的老三八回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在学校呢 你有老学长回来做经验分享跟交流 其实有些东西是需要这些延续的 反程 那学长呢 他也可以包围他的所长 在他当初在学校所学 或者是在外面所学 看到新的知识或装备或设备 来跟我们这些在校生呢 做分享 2019年5月 中原大学登山社 举办50周年庆祝活动 将近300位社友回朝团聚 从最资深的第三届社友 到第50届学弟妹 大家齐聚一堂 展现了跨越半世纪的凝聚力 与向心力 而山社毕业社友 很多是企业界 学界 及各领域巧处 正是中原大学 培育敬业乐群的优秀人才 追求真知力行 智效精神的最好表现 我从读书的时候 我就搞不清楚 什么叫全人教育 但是等我毕业之后 我发现全人教育 这个宗旨是对的 因为其实 你说你读书多厉害 或是你多专精在某个部分 最终而言 你除了你的专业之外 你在沟通上面 还有你的心智成熟 还有你对事情的坚持 是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从来来 全人教育 因为学校可能没有办法 像中原这样 很全面性的 让学生发挥社团的活动 你在社团遇到的问题 你要在职场上遇到 这是在除了你的工作 课业之外 是在训练你其他的心智 更平等 对我们以后工作 或是不管家里 家里生活 我做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方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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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